迎接农历新年 先议员杨华美在名校里里长邀约之下 举办第三届胡府生风创意春联书写活动 邀请到书法老师现场辉豪给民众来挑选 也邀请民众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写春联 提前准备为家户增添春节喜气 即将迎接农历新年 8日上午在华联市名校里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第三届胡府生风创意春联书写活动 活动主办人华联历先议员杨华美表示 往年亲子书法活动都获得好评 在里长邀约下 今年续办第三届 现场大小朋友创意辉豪 书画出属于自己的小老虎 贴春联怎么分左右都是看最下面这个字的韵角 那这个韵角如果说是读音读起来是一二声的话 是放在左边 那如果是三四声的话就会放在右边 那假设这个是里 里是三声 所以是贴门联的时候就贴在右边 那如果刚好这两个字都是同样的 比如说一二声或者三四声的时候 那就请用闽南语来读 如果是入声的话就放在右边 今年邀请华联县清晰新闻艺学会曾渊凤 华联县华德福教育学会高明英老师 指导民众如何书画 今年是虎年所以我们也同样就是第三次邀请 曾渊凤老师还有高明英老师 一起来社区 然后很随性的很自由的 让家长带着孩子来练习写春联写书法 那非常欢迎明年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不论是创意辉豪或者因应虎年春节对联词句 由老师亲笔赠字满足乡亲的需求 也期盼让民众透过自己的创意巧手 为农历新年家家户户 增添虎虎成风的好运 记者长帮映华联时报导